我們在這個研究裡面 我們用的就是一些微異敵的操控 希望把一個一個微異敵當作是一個 像是3D列印的方式 把它在晶片上可以排列起來 像在這個影片當中 你其實有看到幾種不同顏色的微異敵 那其實它就是代表它裡面含有不同的物質 像在這邊我們其實是加了一些染劑 但是其實它可以代表它裡面有不同的藥物 或是說它裡面它在膠連之後 它的軟硬程度是不一樣 那這邊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可以把不同的物質 它可能帶有不同的物理化學生物的特性 可以分別的操控 並且一次性的在這個晶片上面 一次的把它聚合在一起 形成一整塊這種 我們所謂的heterogeneous 就是抑制的這種材料的仿生的組織 我們用的主要技術就是電濕潤 那電濕潤顧名思義就是說 我是用電的方法 造成一個表面的濕潤特性的改變 所謂的濕潤特性 其實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就是表面張力所造成的一些影響 那我們用電的方法 是可以很主動的 讓這個表面是比較清水 或是比較疏水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用這個 原本在這個微小的尺度 就很重要的力量就是表面張力 我們用電濕潤的方法 改變這個有效的改變表面張力 以至於造成一個E-D的驅動 這是我們實驗室一直在做的 一直在努力的一個方向 那固態的排列的話 其實包括細胞 或是說我們今天這個每一個 這個我們講的這個 Building Block 就很像樂高積木一樣 樂高積木一個一個把它排起來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水膠 把它固化膠連之後 變成一個固態的 像是一個小的果凍來做排列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它的力量其實就很像 簡單來講就很像靜典力 其實目前在商品化來講 我們其實已經看到有一些 國外的這個生衣的大廠 包括有些是在做核酸的定序 他們其實就是用這樣的技術 來處理 自動化的來處理一些核酸定序之前的 一些文庫的準備 那但是當然講到我們現在 來提到這個技術 所謂的3D列印的話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 我們其實可以 來主動的排列細胞 而且用不同的材料 所以它其實可以做的東西 是很多變文化的 我們其實有同學在做的就是一個 仿生的肝臟 那這樣的一個肝臟的話 當然我們未來可以去看 不同的藥物 甚至一些癌症的藥物 經過肝臟代謝之後 是不是有可能會 產生一些有效的 或是說產生一些毒性 對於人 對於人體 而不需要真正做這個 人體的實驗 或是動物的實驗 我們就可以先做一些篩選 甚至也有可能 有人做到一些軟性的機器人 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我可能做一條很小的魚 或是一個很小的烘魚 那它其實裡面呢 其實是有一些 這個肌肉細胞是排列的 是這個按照一個形狀 很穩定的排列 那當我刺激的時候 它就可以產生一個協調的運動 來產生一個 像是一個軟性機器人 這樣運動的方式 所以其實在它的應用上面來講 不管是在醫學上面 不管是在這個檢測上面 或是我們剛剛講的一種 移動液體的這種自動化上面 其實我認為它其實都有蠻大的潛力 是一個廉民的當地 在這裏面上有一點 是一個小的市場 最好的公共對方 是一個小的市場 在我身邊 在這裏面上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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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學生的 在這裏面上有一個人 是一個計畫面上的 是一個小的公共對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